而在賽車大樓門口售買紀念品的攤檔生意就非常理想 每年大賽車都不少得售買紀念品的攤檔 不少人在看賽車的同時都會順便買一些手信留念 近年本路香港和內地的經濟都好轉 本地人和遊客的消費力強了 有當主就提盡這個機會大膽地入一些貴價貨 而且反應都不錯 我們很多一萬多塊兩萬多塊的東西都有客人買 像這個minibike 我們早上在準備的時候就賣掉了 其實這邊還有很多高消費群的 好像這隻全牆最貴價值七萬多的手錶 也都不時有人問價 除了高消費品之外 一些中低檔價紀念品也都很受歡迎 這一檔的檔主就說生意比想像中好很多 生意好好 比想像中好嗎 幸好比去年 好比去年 好比去年 都好很多 因為可能很多內地的自由行 那些貨去都很快 而在場內 一些熱滿的灣位 好像是水塘灣、浦經灣等等 就一早藏滿了觀眾 有專程來看比賽的香港遊客 就賺今年大賽車 到今早上 休息一下 你不就好 休息一下 得到